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引起西藏宗教界极大关注 拉萨折邦寺的400多名僧人在折邦寺举行主题祈福法会 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民众祈福 发生在四川的地震灾害牵动了举国上下全民的心 在我身后拉萨折邦寺的错亲大殿中 400多名僧人共同送念祈祷经 为四川灾区的人民祈福 错亲大殿内僧人们齐声诵经 诵经的声音伴随着烛光久久回荡 长达两小时的诵经结束后 僧人们在大殿门口自发着为灾区的人民捐款 僧人们说灾害无情 人间有爱 在青藏高原各地寺庙中的僧人都在为灾民祈福 对于灾难 他们期望社会各界 慈善团体伸出援手 使灾区的人民既值得了援助 减轻损害 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中央电视台记者 西藏拉萨报道 住宅断 广 tape 等于 食物